那我们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System of Many Particles 那基本上面面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我们的Central Mask的定义了 那这个Central Mask的定义的话 M R的Central Mask 它基本上就是等于 M I R I I是等于1到N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 就是说这是定义 这已经是Central Mask的定义了 那我们看到M 我们说如果是Constant 假设M是Constant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系统的质量 是没有改变的 等一下我们会看系统的质量 有改变的情况 那系统质量没改变的情况 是我们常常碰到的 系统质量有改变的 譬如说我们火箭 一边发射一边是什么 把燃料一直喷掉 所以这个火箭的系统 它的质量是在改变状态 那平常的系统是 整个系统质量是没在改变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如果系统的质量没改变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那我们对左边跟右边 把它做微分 那我们看到M是定值 你不需要微 那这Central Mask的位置 对时间微分 那就等于Submission i等于1到M 那你底T的Miri OK 那Mi就是每一个值点的particle 的mass的部分 每一个particle的mass的部分 它其实是也是定值的 所以你微分的时候 它是定值 你也不需要微它 那Mi 那Dri DT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我们注意看一下 你如果对这个式子 你感觉不是那么熟悉 那你就把它写成 我们原来的这个关系 那就没问题 一样的左边跟右边 你把它做微分 那我们看到的是 左边这边的部分的话 这一项 位置对时间的微分 就是什么 速度 那Standral Mask的位置 对时间的5 就是Standral Mask的速度 就是很简单 这是Standral Mask的速度 那M把它固定住 就等于I等于1到Mi 那我们同样的每一个值点的位置对时间的微分 就是什么 每一个值点的位置对时间的微分 就是那个值点的速度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所以我们把它放进来 它基本上就是 Di一个值点的速度 那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说 这个不是我们对动量的定义吗 每个位置的 每个值点的速度 乘上它值点的质量 就是动量 所以基本上面 这个就是我们对动量的定义 I等于1到M的 每个particle的动量 这一块就是Pi 好 那这样子的结果 你看到了一个很简洁的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是什么 这个关系告诉我们说 所有值点的动量 你把它加总起来 那这个就是你的total的momentum 这个total的momentum呢 就是你的total的momentum 乘上你的central mass的速度 换句话说 我这个system的totalmomentum 就等于我的 本来我的定义 是每一个指点 你的momentum加总 现在你发现 它就等于它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写成 就是我的total momentum呢 就等于我把total mass 集中在 我把这整块的m集中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的central mass的位置 然后呢 它每一个指点的速度 不管它是哪个方向 那我可以用一个central mass的速度 来代表我这群指点的总共的速度的表现 所以这整个系统 现在你已经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很单纯的事 所有的质量集中在这里 然后很像只有一个指点 它的total mass total mass集中 然后它以Vcentral mass的速度在运动 原来里面 所有的particle 它的运动速度是什么 已经 是我加总的结果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好处呢 我说在这里面 我已经知道total momentum以后 我再把这个关系式再微分一次 那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部分 M 那对 central mass的velocity为分 那右边的部分呢 就等于submission i 等于1到 N 的mi Dri Dvi Bt 那或者 我就直接可以写成 我先写到这边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的部分 是M Central mass的velocity 对时间为分 就是Central mass的什么 加速度 这个就是Central mass的加速度 那同样的 右边的部分 这个是每一个particle 的加速度 还有没有问题 那有没有同学告诉我 每一个particle的质量乘上加速度 是什么影响它的 力嘛 对 这个就是 每一个particle所受到的外力 那每个particle所受到的外力 你把它加总起来 就是这个系统所受到的外力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看到一个 左边 系统所受到的总共的外力 就等于你的Central mass的 质量集中在这个Central mass上面 然后它的加速度 所以你看到 原来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 现在呢 你看到的是一个 好像单一个particle的系统 那这个单一个particle的系统呢 质量是N OK 改变它这个系统的加速度 是Total的外力的种族 就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对我们整个的物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这个帮助的 那换句话说 在这是我们微分这一块 然后我们再来看后面这一个 后面这个的部分的话呢 你现在做微分 i等于1到N 那你就是等于momentum的微分 对不对 那甚至于 我直接就这样子写好 不把它写到里面来 我就是底底T summation的Pi i等于1到N 那这个呢 我就直接把它写到 底底T的 因为这个就是Total的 你捏momentum 换句话说 这个 你就是等于D 底T的 Total的momentum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说 整个外力作用 跟我们的动量变化 和我们的 指点跟加速度的总和 这个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了 那这系统里面 这个整个many particle的系统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换句话说 好 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 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 告诉我们的 在一个many particle system里面 其实 外力 它是引起系统 一个指点 产生加速度的 最主要的原因 那现在对一个many particle system的部分的话 这个外力是引起 这个central mass做这个加速度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了 那我甚至于就可以直接把外力的作用就是什么 就是Total momentum的变化 这一大部分 原来我们只是在这个地方 我说这一项是什么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那现在你看到牛顿第二运动律 我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那Total的momentum是constant 那它是constant的时候 那它是constant所代表的是什么 所代表的就是它不受外力作用 它总共的外力是等于 那当它不受外力作用的时候 所代表的是什么 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告诉你的就是 当外力等于0的时候 系统维持它的运动状态 那它的central mass的加速度是等于0 所以基本上面 当它不受外力作用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所告诉我们的整个的结果 OK 在物理上面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你可以这样子写 你也可以这样子写 OK 就是FORCE 是等于P DT 你也可以写成FORCE 是等于M A Central mass 都是你可以把它表示成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还是要在这边先提醒各位同学的部分 那当你考量相对论的部分 当你考量相对论的部分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那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速度 V 基本上面 基本上面呢 基本上面呢 它不是一个定值的 它会跟你的质量成关系的部分 那我们说 那我们说 我们的momentum MV的部分呢 我应该这样讲 我的速度呢 会跟我的质量成关系的部分 在当考量相对论的时候 这两项不是independent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V跟M的关系呢 应该写成V0 然后V 1-C平方分子V平方 这样的形式 那你们先不要问说 这个怎么来的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在这个点上面 even 是你这样子写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说 在外力 底P 底T 外力是等于momentum的 这个变化的部分的话呢 是仍然成立的 OK 但是 在你考量相对论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不考 我们一般不会再讲加速度了 好 我们不会再讲加速度了 因为 M跟V是相关的物理量 所以这时候你把M跟V拆开来的时候 是会有一些考量的 所以 反而是什么 反而是你在写牛顿二运动定律的时候 上面的式子是比下面的式子还要来的通用 OK 所以 当 这个 第二定律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写上面的 我们在写上面的式子是 一个更general form的情况 OK 那这是我们在 考量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部分 那我们接着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平常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 conservation of 这个 这个 linear momentum 那基本上面 那基本上面 我们 常常应用的情况之下 就是在外力等于0的时候 然后 我们说我们的momentum total momentum 是constant OK 它会被conserve 就是它是constant的时候 那 这是我们的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我把它写成constant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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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我们在讲 这个 conservational momentum 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刚刚讲 这整个系统 都是在mars等于constant的时候 你的表示的方法 也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的写解条件 就是mars等于constant的情况之下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mars等于constant的情况 很重要的 这个linear momentum conserve 这个部分是物理学里面的几个重要的conservation 的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 而且是最基本的一个 而且是最基本的一个 mars等于constant的条件 你已经了解以后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有一个系统 它的mars并不是constant 那这样的系统 常常我们会看到的是什么 有几种方式 你常常会看到 第一个情况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火箭 那火箭在这个发射的过程当中 一连串的mass 这个小mass一直在什么 被噴出来 所以你这个大mass呢 一路上一直在减 而且这个t 这个是随着时间在减少 像这样的一个系统也是 那第二种情况呢 你们都看过这个 有一些工厂里面 然后有一个输送袋 那也许是什么 装什么这个 面粉的啊 然后砂石的啊 那这个 他就会输送定量的东西 在这上面 然后这个东西就跑掉了 然后再来 他又一段时间 他又有一包下来 那随着时间他往前 那就可以看到这个 在这个输送袋上面 他其实他的mass 并不是constant 他是随着时间 往前拉的时候 那越来越多 随着时间 那在上面的输送袋 上面的mass 他也是一个随时间在改变 那还有一个例子也是 常常会碰到 譬如说 好 我们现在有一些长链 那你现在呢 这根长链呢 如果你是把它当成一个指点 那当然是他的速度V呢 你都知道根号2gh 但是当这个链子啊 一接触到地面的时候 那开始这个长链呢 他的mass呢 是什么 随着时间在变 他的速度已经不是在这样 在改变 所以在这个时间呢 他的速度是怎么样的变化呢 像类似的问题 全部通通是属于 这个system 是随着时间在改变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就针对这些样子的问题 我们来讨论一下 他会是什么 那情况 那我们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说 在t时间的时候 那 我有我的系统 m 他是以 这个v的速度 然后ma 是集中在central mass上面 在运动 那我叫t加 leta t的时候 这个系统 减少了 一个mass 那减少的mass呢 假设是火箭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减少了mass 他就被他抛到外面去了 那 这是detam 那 他的 速度 我如果是用u来表示 那在这里的速度呢 那在这里的速度呢 是v加上detav 一样 一样 那我现在要求的就是说 到底 这些物理量的关系 是怎样的情况 好 那现在你看到的 整个系统 整个系统 在initial state 我的momentum 是不是等于m乘上v 对不对 那在你这边 final state 他的momentum 是等于多少 对不对 这个的动量 再加上这个的动量 就是总共的动量 那这个挂号可以不要 那你看到这两个 我现在问 我说pf-pi 除上deta t 就相当于是 这一个动量 减掉这个动量 把它写一下好了 加上deta mu 减掉m的v 然后deta t ok 我看到的是 这一项是被消掉 m乘上v 这一项是被消掉 但是其他的项 还有的哦 那等于多少 把一项一项写出来 是等于m乘上deta v deta t deta t 再减掉 v的deta n deta t 再加上u的deta n deta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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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ton是他 然後他乘他m 就是這個 他乘他就是這個 他還有剩下這麼多項 那這些項的話 並不等於0的 並不等於0的 那會什麼樣的結果呢